好了主播桃園龜山超商店员命案最新的画面曝光了 可以看到走在最前面的就是超商店员 后面就是嫌犯蒋姓男子 两人走出超商后过没多久店员就开始狂奔 他马上追了上去猛刺三刀 最后店员伤重不治身亡 而嫌犯的身份也曝光了 他是一名纸雕艺术家 在业界的名气还不小 曾被不少媒体受邀采访 还上过节目分享过创业史 结果他竟然拿着创作用的雕刻刀来犯案 事发就在今天凌晨 他因为不满超商店员提醒他要戴口罩 起初他非常不满当场就走人 过了不久他又来第二次 虽然有乖乖戴上口罩 却在结账的时候把口罩丢向店员 后来又来了第三次 就是监视器画面上他把店员叫出来后 拿出预藏的刀子把对方杀害 而事后桃園市长郑文灿在脸书上发文 表示强烈谴责暴力 要求权力侦办 要给死者还有社会一个清楚的交代 也会协助家属来上后 以上是我已经掌握到的详细信心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